今天是周老师的生日 可能很多人说 周老师周子粉丝节是什么 那首先周老师来做一个 简单的介绍 在2016年的时候 周老师就开始做直播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 今天你们熟知的这些短视频平台 就是那个时候应该叫做 什么Y 什么Y 什么K 对吧 那些所谓的直播平台 就是在2016年 直播平台刚刚出现的时候 周老师又开始关注到了直播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趋势 所以那个时候周老师开始做直播 当我开始做直播的时候 粉丝量就起来了 在2016年以前 周老师虽然也讲课 但是其实蛮辛苦的 因为自己在培训行业 那个时候算一个新人 我是2012年开始入行做培训 那个时候自己公司 没有多少客户 也没有多少员工 只能够靠去其他人的会场 讲课 讲论坛 才能够推广我想推广的财商 那么到了16年以后 我就开始做直播 我觉得直播是一个很大的趋势 因为财商讲到 最大的资产就是趋势 对不对 因为周老师是通过财商改变的命运 我是出生在河南 没有资源 没有背景 没有学历 15岁的时候就初中辍学 那么在人生最迷茫 最痛苦的时候 因为看了一本书 这本书叫父爸爸熊爸爸 他让我第一次生起了梦想 我要财富自由 我要实现自己人生的抱负 我要让自己的父母观察好生活 我要成为家族的主要 我要成为这个社会的动量 我要成为这个国家的精英 就在那个时候呢 我就所有的一切都仿佛清晰了 我知道什么是资产 什么是负债 什么是主动收入 什么是被动收入 什么是创业 什么是投资 什么是财富自由 什么是ESBI新纪路思想线 如何能够实现财富自由 如何能够从一个 穷困潦倒的普通人 能够变成一个商界领袖 那个时候 当我学到了这些东西以后 我就发了个答案 我说如果财商可以改变我的命运 我要成为财商的中生推动者 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改变命运 所以在我实现财富自由以后 我没有去享受我的财富 去环球利用 而是放弃了多年的 奋斗的房地产行业 毅然进入了教育别的这个行业 因为赚钱的行业很多 但是没有一个行业 比改变别人命运 来得更加有价值 来得更加有意义 所以那个时候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其实也蛮艰难 因为没有人知道 谁叫周文强 别人前辈做培训 可能都是做了十年了 可能都是做了八年了 而我刚刚开始 那个时候只能去各个培训公司 讲论坛 但是在2016年的时候 当直播兴起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假设 我说微商时代即将过去 波商时代即将来临 所以我一定要做直播 那16年我开始做直播 以后在网上有很多的粉丝 有了粉丝以后呢 我是过农历的生日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过农历 11月16的生日 然后呢 以前呢 过生日就是陪我的家人 陪我的父母 陪我的爱人 陪我的孩子 然后后来呢 就是陪我的创业和做伙伴 陪我的这个员工 然后再后来呢 就是陪我的这些学生一起播 但是当有了很多粉丝以后啊 我第一次收到了很多普通人 给我写来的生日快乐的祝福 我记得特别清楚 在2016年的时候 我收到了很多 我的普通的网友 他都没有见过我发来的 这个生日祝福 有一些呢 是在这个矿上 正在这个挖煤 带着矿灯 给我录一个视频 祝我生日快乐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特感动 我说这样吧 今天晚上呢 我就给咱们做一个直播 我把我生日会 给大家做一个直播 在直播间呢 这个跟我的粉丝一起聊聊天 所以呢 就有了第一届粉丝节 那么一晃啊 就八年过去了 其实此时此刻的周老师呢 嗓子发言 每一次在过生日的时候 我一定会陪我的学生一起 稍微喝一点啊 但是今天一口没喝 为什么呢 因为嗓子发言 所以呢 我尽量嗓子大一点 好不好 所以这就是粉丝节的来源 啊 那么 呃 至于就是每一年生日变 它其实不是变 因为我过的是农历 中国人 咱过咱自己的这个农历啊 所以呢 其实不变啊 你们如果想记住周老师的生日 很简单 就是农历11月16 1987年 这个农历11月16 快过年的时候 电闪雷鸣 这个时候突然 有一个婴儿 呱呱落地 这个婴儿也没有想到 啊 他长大以后 能够影响很多人 能够帮助很多人 很多很多人可能 出生 然后上学 然后结婚生子 找一份普通的工作 可能一辈子也就过去了 我觉得那样是没有价值 没有意义的人生 我希望能够 用我的亲身的经历 和我毕生的所学 能够帮助更多人 你想想 今年是第八年了 我做直播做了第八年 很多人在网上呢 都在评论周老师 哎呀 周老师网上做得很好 啊 通过网络啊 这个全球 有这么多的粉丝 对吧 不管是在国内开课 还是在国外开课 有那么多的粉丝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 为什么周老师 能够在直播这个领域 能够拿到一小小的结果 在座各位 你们觉得周老师 能拿到结果的原因 可以打在公屏上 你们打出来你们的原因 我说说我 认为我的原因 啊 这件事能够小有成就的原因 这件事小有成就的原因呢 在座各位 还是就打两个字 八年 来 在座各位 打两个字 八年 我想问一下 你的人生有几个八年 八年前的你在做什么 这八年 你换了多少份行业 你换了多少份工作 但是周老师这八年 始终如一 只做一件事 就是做教育培训 就是传播财商 就是做直播 就是做短视频 就是把我的课程 变成音频 变成视频 来帮助更多人 而这件事 我坚持了八年 在座各位 八年 在16年的时候 有一个音频平台上线 当时是我太太 逼着我去录的 因为我们的义法老师 录了两篇 他觉得挺好 然后我就录了两篇 第一篇是相信篇 第二篇是梦想篇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我说的每一句话 大家都能够在互联网 找到我说话的佐证 录完以后 我也没有坚持录 因为那个时候也很忙 每天都是在到处飞 马来西亚飞完以后 新加坡 新加坡飞完以后 北京 天津 上海 深圳 广州 苏州 然后 就是全中国的省会 在到处飞 我很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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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有点时间 也想休息 但是呢 我记得在我上 我上县现场 在河南 登峰的时候 我有一个学生 那这一次在我的 生日宴上也出现了 叫于建文 他是卖卡车的 那通过跟周老师 学习这八年的时间 也从 这个几百万的营业额 做到这个 将近七八个亿的营业额 他说 你知道吗 就因为你的一个 两个音频 我让我全公司都听 我让我所有客户都听 我也听得都听 让我的业绩从 这个两千多W 然后上升到了 将近七千多W 那个时候的他 八年前的他 他跟我讲完以后 我就很夸张 我说 这什么东西 他就说是 那个西马什么亚 跟我说完以后呢 我刚开始还不相信 我就问他 为什么两片音频 能有这么大的作用 他就跟我讲 他在公司是怎么听的 然后我就才发现 就是我才 我才第一次知道 就是你们是可以 在下面打评论的 有很多人通过 那两个音频受益 从那一刻 我就开始做了一件事 你知道吗 那就是我要 录一辈子 我要录一辈子 从那天起 我就开始录音频 然后每一次 我在开完课以后 我就会在酒店录音频 为了让大家录到音质好 我的音频都没有在 专业的录音棚录 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手机 直接开始录 我会把灯关掉 我会把窗户关掉 我会把空调关掉 我会把排风关掉 有无数个日日夜夜 我在酒店里 给大家录音频 那些音频 首先都是我几万块 几十万课程的 这个灵感 然后和干货 那我在录的时候呢 有时候是夏天 我录完一个音频 可能一录就录个 将近这个 三十分钟 四十分钟 然后我浑身全是汗 甚至都喘不过气 然后有时候就很冷 我记得有一次 在加拿大讲课 那一次给大家录音频 我录完以后 我整个手都动麻了 脚都动麻了 都木了 因为零下四十度 黄道阵 然后呢 万松老师把空调过关了 因为他说 你录音频 每次都是这样的习惯呀 然后在我家 我就在地下室录 地下室是没有空气的 我录完四五十分钟 我都得出去透透气 吸吸痒 我记得在2020年 刚刚那个疫情来的时候 然后呢 我在农村住 农村都是狗 我们家也养了土狗 然后呢 那个狗总是叫 然后车水马龙的 就是没有那种 密封的环境 怎么办呢 你们知道我怎么录吗 我就趁人睡着了 我们家狗也睡着了 我们村的狗都睡着了 我就开始录 但是当然了 有时候可能 还会有两声狗叫 如果你们在听我在 我的音频是在2020年 开年的那段时间录的时候 应该还能听到几声狗叫 全废 所以就是 我想告诉大家 就是这种用心啊 才有了今天 对不对 很多人说 老师 你给我们讲的是心灵 毒鸡汤 就是 我说我做了一件事 坚持了八年 然后告诉你 一心一意 能够去付出 能够去帮助别人 如果你觉得 这个就叫毒鸡汤的话 请问 那难道老师教你去害人吗 难道这个教你去害人 就不是毒鸡汤了吗 对不对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还是那句话 就是现在的很多网络名称 挺毁人的 说实话 我们以前只知道 心灵鸡汤 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 在我 200 我是2003年吧 就初中辍学了 十几岁的时候 然后呢 初来社会摸爬滚打 是社会的最底层 当过农民工 修过高压县 然后架过桥 那个时候 我们捧到一本书 不管是世界上 最伟大的推销员 还是羊皮券 就是还是穷巴腐巴这种书籍 我们都觉得 哇 这个是心灵鸡汤 就那个池是个好吃 不知道到现在为啥 就会变成了心灵毒鸡汤 反正就是读不读 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通过这些书籍改变的命运 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家人们 那请问我做教培行业做了多少年了呢 这个各位 来打出来第二个数字 13年 来 13年 坚持一件事 从一而终 能坚持13年的人 我告诉你 没有几个 我记得 刘德华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 别人很多人都问我怎么成功的 他说 如果你一个行业能够做10年 你可能就是这个行业的专家 如果你能做20年 做30年 做40年呢 他说 你看我这个行业做了40年 所以才能做成今天这样的这个 这个地位 这个权威性 所以我特别渴望有一天 我也能够骄傲的在直播间 或者在讲台上告诉大家 这是我从事这个行业的第40年 来 第二个数字 第13年 对吧 13年 好 来继续 来继续 第三个数字 在座各位 19年前 一个小男孩 一无所有 没有资源 没有背景 没有学历 住在农民房里面 一个月工资只有几百块钱 他的人生迷茫痛苦 没有方向 就因为他看了一本书 改变了命运 那本书的名字 大家打出来叫 富爸爸穷爸爸 19年前 就因为那本书 你知道吗 就因为那本书 那个少年 从此再也没有忘掉 那个书中 讲的所有的一切 他说了 我这辈子此生 只有一件事 我要实现财富自由 我要创造 属于自己的资产 我要创业成为企业家 我要投资成为投资家 我要让自己的 被动手打一支出 我要让自己的父母 过上好生活 就因为在19年前 看了那本书 而且用那本书的知识 坚持19年的践行 我才能走到今天 再说各位 我想问一下 19年前你看的书 你还记得吗 19年前你说的话 你还记得吗 19年前你发的愿 你还记得吗 19年前你的梦想 你还记得吗 而我记得 就是因为我记得 我在一直笃定 我的梦想 我在一直浇灌 我的梦想 我才有今天 来 19年 来这种各位 打出来19 19是最强的成功啊 19年 这种各位 有几个人能够 看一本书 践行一本书 长达19年 不好意思 没有 而我做到了 所以 今年查理芒格去世了 说实话 老头今年 马上就100了 活到99 然后去世了 就是查理芒格 在他死的前一天 还在看书 你知道吗 你告诉我 这是土鸡汤吗 查理芒格 如果不知道是谁的话 巴菲特的合伙人 他成就了巴菲特 他成就了世界首富巴菲特 他成就了巴菲特 这家全球最值钱的 投资公司 所以 希望我们所有的家人们 在听周老师分享的时候 能够稍微的去 问问自己 八年前我在做什么 十三年前我在做什么 十九年前我在做什么 我们不要总是去 羡慕一个人的成就 一个人有这样的结果 他一定有因 我们不要去羡慕他的果 我们要去找到 他成功的因 因为找到他成功的因 以后 一转身把那个因 变成自己的 自己不就能够成功吗 大家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你是不是每天都很忙碌 但是依然入不复出 你是不是每天找出晚归 但是生活依然过得很拮据 难道你就甘心 这样度过一生吗 如果有机会 能够让你走出 这样的人生困境 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 周文强老师将会教你 如何用财商 来解决你生活 遇到的所有问题 点击下方链接 即可预约课程 找到周老师 让周老师 带你走进财富的大门 你可以听周老师 四天的课程 告诉我 值还是不值 这四天的课程 讲什么呢 讲财商智慧 讲创业 讲如何应对当下的危机 讲如何直播 讲如何抓住 当下最新的赚钱趋势跟风口 你未来有机会 来到我的现场 听我讲课 甚至成为我的学生 都是有机会的 好不好 点击下方的 财商智慧课程报名 财商智慧